串流影音龙头无疑的是Netflix 它的市值已经破了2000亿美金 它的订阅用户直接逼近2亿 20年前它曾经造访百事达 寻求并购 结果吞了一个闭门根 Netflix在过去15年 总共历经4次娱乐跟商业环境的重大转型 它不但没有倒 反而更壮大 Netflix的执行长 第一次把这几年来的经营新法公诸于世 我们一起来看看 它能够在浪头上独占凹头的原因 串流影音龙头 Netflix员工最常把哪两个词挂在嘴边 这五字真言 不只是员工的口头禅 更是Netflix的核心文化 Netflix共同创办人李德海斯丁 找来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梅尔 两人以对话的形式一起打造了这本零规则 解析Netflix的经营新法 而书名也如同Netflix的理念 没有规则就是唯一规则 但是首先必须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基础上 第一就是只用最顶尖的人才 在这批梦幻团队里 大家互相学习彼此激荡 以最有效率的方式 搞定复杂棘手的大难题 成了推动成功的关键 Netflix原创影集怪奇物语就是很好的例子 由于团队每一个位置都选对人 让挑战重重的第一季 只花了一年多就拍摄完成 推出后叫好又叫做 更获得金球奖提名 第三季则在上线短短四天内 标破四千万线上观赏人数 被誉为Netflix神剧 第二则是诚实感言 Netflix认为 无论主管还是员工 只要心里不认同 却不把意见表达出来 就是对公司不忠诚 只是良药苦口听进耳里该怎么调试 海斯丁怎么做 相对的公司也会把大量机密摊在阳光下 因为这是新任员工能当责的最大象征 Netflix把这称作是晒讯息 充分资讯 放心授权 决策则甚至不必经过上级核准 虽然偶尔也会出现风险 不过海斯丁认为 秘密造成的危害更大 当两项基础稳固后 才能废除一般公司习以为常的各种制度 另外Netflix没有向上千层的层层关卡 也把奖金制度给取消 避免员工只把眼光放在年初设定的目标 因此Netflix也秉持自由与责任的精神 只要发现团队里有人滥用自由 就会被大动作开除 因为不这么做 自由就行不通 至于该如何留住顶尖人才 Netflix除了开出业界最高的薪水 更鼓励员工到竞争对手的公司面试 由此得知自己在市场上的身价 根据Netflix报告 今年第三季会员数净成长220万 全球付费会员的总数已经达到1.95亿 其中又以亚太区贡献最多 占全球的46% 看似反其道而行的零规则 为Netflix创造用户值比2亿的串流影音王国 如今经营手法不藏私 希望能让整个创意产业一起学习 一起升级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